现在国防实话已经不在那边设置了 那对于现在政府已经公布 说要成为国家级的重要师弟 那我上个月也过去那边 我觉得那边真的生态非常的丰富 可是对那边的渔民农民呢 他们发掘他们的未来 是要怎样去发展 因为可能面对人口越来越少 就是有一些外里人口 那还有逐渐老年化 那对还有一些等于是外体配偶 就是说一些心理移民 那对我们那边农村渔村的发展 未来不知道有什么规划 还有这样规划很多的那个生态旅游 会不会造成那个 环境的负荷过度的增加 会造成他的压力影响 他整个未来私地的可能保护方面 那就教一下谢谢 我们谢谢台中主副联盟阳主任 那我们请那个 因为手带师回续一下 我从后面回答好了 就是说不会有造成 因为太多人来到这里 会不会造成这个地方的压力 其实我们看得到 像威清水就是在地的无始工作者 他是说他每天 也多可以接纳的 接受复里的人口量是200个人 所以我想每个人在那地方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现况 就是很多人都带到方越去 但是大城市还是一样 没有人去关注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也想办法把这个大城乡 的重要的一个生态环境 把这个环境教育 生态流带过来 就是大概我们会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有关于老年化的部分 我觉得老人家应该是让他越美食 做越轻松越好 我觉得 我是这样认为 那我觉得人口外流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不能为了要阻止这个人口外流 然后去引进更多的开发案 然后引进更多的污染 我是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是觉得应该要让他顺其次啦 而且本来城乡就要要查去 这才是特色 不应该把每个城乡的东西都盖得一模一样 我这边有公园区 那边就要有公园区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人口外流是很正常的 也是应该的 那我觉得像鱼米的收获量会越来越少 像刚刚老师讲过 我爸爸也是个鱼米 一天至少 那时候抓鱼高 一天一万块 然后 然后我知道在那个 像我们大城乡有反对的居民和居立 他说他爸爸一天出去抓鱼 他说好像跨坊吧 我不懂那个鱼叫什么 跨坊 他说那一天30万 就是从那鱼底进来30万 满满的 但是这个景象已经没有了 那我可以说的是 真的很丰富很好赚 那鱼米其实你要带个工具 你根本不用 像你农民还要施肥 还要看片子 但是去海边你不要带个工具 你只要有静能 OK的发气 很好赚 但是现在是整体是全球性的议题 包含过度的鱼 所以整个情况是在恶化的 那我相信说以前 有鱼米存下来的 以前应该是够的 非常够的 很好活 很好活 真的是很好活 所以我觉得地方的发展 我是觉得素其自然 然后 因为我们现在希望 国家中药市地化社之后 政府一定会有钱 然后带动进来 把这个地方做为 環境教育的场所 甚至生态主流 非常重要的景点 大概是简单的说明 好 谢谢 我们是不是再一位 来 请说 有一些在座先生 因为我不见得 但是又肯定要演 马哈林跟我们说一下 代表提出您的答案 各位好 我来自台南市環保联盟 好 我要说的就是说 目前我们的佛王史的话 目前是挡不住的 但是我们知道像在高雄的 一阶二星废掉之后 他的三星米也要破产 那其次目前五星也要破产 那不管是他的水源的问题 例如他未来的空气污染的问题 第二天而已 事实上这个问题都无解 但问题是 目前我们的国家 政府都是要让韩国上 但是基本上 那我们国内对这些方面 就绝对不是那么大 那我们就觉得说 事实上 包括我们的公部门 我们的怀抱 基本上就是一个财存保护的问题 然后我们之前甚至说 现在我们的在线已经拉到怀皮 但是后来发现 他根本不甩你怀皮 他就直接通过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面对这么满汉的一个 公部门的长官 我们事物没辙 但问题是 我们要拿全国人的健康 这样子堵上去 而且这样子堵上去 这样大家非常的不值得 那我们是不是 可以面对这样子 满汉的公部门的长官 我们有其他一个 更积极的作为 不然我觉得 他打了那么多的个案 我们又 永远也打不完的战 是我的罪 好 谢谢 师傅给您的问题 对 我要跟他讲 我相信信念和念力 其实是可以完成任务的 所以我想请大家一起努力 就是 一起努力让环境越来越好 就是 不管你要做什么事 我们就让环境越好 那信念也就要 不管做什么事 就是 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我相信我们的努力 是要让环境越来越好 我相信这个念力 一定是可以做的 而且 就是像刚老师讲的 其实 五光石化会成功 就先天使地利人和 那我们要阻挡 这个石化业的扩张 也是要天使地利人和 尽管我们这么努力 还是没办法大成 但是我相信我们 那个念力 那信念就是 我们希望这个环境越来越好 这个念力如果 持续下去 不要间断 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就是 不管怎么样 只是早晚了 一定会成功的 但是不要放弃这样的信念 然后那种念力 我一直觉得是老天爷 还是会帮助大强 好谢谢 那我们这个section 结束之前 我是不是可以 大概也自己 用一分钟左右 我觉得 天使地利对我们来讲 难以掌握 那当然我相信 大家的机会很巧 但是整合这部分的延续 跟刚刚 两位的提问 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说 我认为 环境保护案件裡面 保护事件裡面 绝对不会是说 完全是环境保护组织的角色 比如说刚刚 杨主任提问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怎样让这一个 标的地区的民众 而后他不会再受到 任何的这个压力 那这里面有很多老人一体 社会的MPO 可能要进去 然后人权的MPO 动物权的MPO 可能要进去 还有其他社区营造的MPO 或社区产业发展的MPO 实际上是要进去 继续接放的 所以我认为 这就是我讲的 人和要怎么延续 所以现在我们的 总監事堂这一边 继续用这个 比如说路跑的运动 实际上我认为 它要保持一个冷静度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 虽然火王石化现在没有盖了 但是实际上 怎么去利用这一块地 还有了很多人 政府机关都持续在想 持续在想 我们的政府机关 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我市政需要裁员 可是他裁员的来源 他往往很短暂的 比较短次的去想 所以我们今天在台中市 台中市的很多人 这个市政规划主要裁员 目前现阶段来讲 他把它界定在哪里 都会的所谓的开发 他认为是他事故来源的主要之一 可是我们就知道 这又跟环境有关 你开发之后 以后的这个使用空间 还有这个不可恢复性 都会存在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运动里面 实际上有些创新有些困难 创新的是说 环境的公益性多 可是现在跟实力法房在一起 这个地方还需要谁做 我想过去很多 性侵害防治法 或者性别平等条例 工作权各种方式 我们都发现台湾有很多立法 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 那去看一下这些法规 后面是谁在推动 NPO在推动 所以我是觉得 就让大家持续整合 大概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那当然 我刚刚也一开始提到 就是说 环境教育实际上很重要 我们今天在这边 可以讨论大家基本上 没有活动的落差 除了这个门之后 那又是另外一个 可能的这个有落差的世界 那世界可能掌握的不是很好 谢谢大家 这个是学的参加 谢谢